第161集 身后的雪煞气息越来越浓烈 隐约传来迟迟的声音 还有一股特别的臭气 像是雪豆腐放嗖那味道 我知道后面那些小将要冲破黄浮了 玩命的朝六楼狂温 刚到楼底口 从楼底口下面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 我急忙对黎灵喊 小哥扛着张阳上去 我帮你挡一挡 一把抓起张阳 甩到黎灵背上 钻紧了锁魂牌 挡在黎灵和张阳前面 我和黎灵配合的相当默契 这种情况肯定是要留下一个人挡上一挡啊 给剩下的人争取时间 一是就张阳 再一个找到稳妥地方也要布置敷阵 不止扶阵 我远不如李灵 就只能是我来挡 李灵没有废话 背着张阳嗖嗖的上六楼 我翻转过身来 却见走廊里 黄浮的光芒被撑得像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 起码得有二三十个小将玩命的向外挤 黄浮被迫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我更担心的是下面传来的铃铛声 铃铛声响起特别有规律 带着一股莫名的气息 也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深吸了口气 趁下面的铃铛声还没靠近 趁那些小将还没冲破黄浮的金光 静心念诵咒语 天语灵灵 上帝吃行 独天法王 大力天丁 积极如律量 咒语念诵完了 叮当声已经靠近 黄浮也将被迫 敌有不分的情况下 我只能是深吸了口气准备拼命啊 就在我举起黄浮摆了个架势 下面传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张总吗 是你吗 你在上面吗 伴随这声问 铃铛声更加急速起来 我心里忽然一松 顽颜平赶过来了 我急忙朝他喊 别慢悠悠的快上来 这出事了 顽颜平两步赶了上来 他又穿上那身五彩身衣 跟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还戴了个身帽 一手拿着屁股 一手拿面铜镜 装备齐全了动 啊 萨爽英姿的到了我跟前 扭刀朝走廊那头一看 顿时花容失色 惊呼 张总 你们干啥呢 打掌这么大扯 他话刚说完 黄浮着阴光暗淡下来 我急忙拽住顽颜平就往楼上跑 一边跑一边喊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吧 上了六楼 我见其中一扇门是开着的 里边传来咒语声 知道李玲肯定在里头 拉着顽颜平就冲了过去 身后暴力的煞气 跟那掌潮了似的汹涌而来啊 不用回头也知道 小将们冲破了皇府 要把我们斗了 要说我和李玲配合那时 恰到好处 我拽着顽颜平冲到门口 李玲已经布置好扶阵 就等着我进来 我一进来 李玲最后一句积极如律令 及时出口 却可顿时被一张皇府站住 扶阵成形了 立刻将我们的屋子笼罩起来 那些小将即使再厉害 也硬闯不进来 我很是松了口气 朝门口一看 却见一群小将 一个个凶食恶煞大 被挡在门外了 小将们得有二尊十个 每一个都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身穿老实军装 身上冒着红色气息 血煞之气十分浓烈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啊 还是组团来的 我们身边还有个累赘张扬 硬心肯定是不行 好在扶阵躺住了 暂时是没什么危险 我松了口气 问李玲 哎呦 张扬身上那东西 驱赶出去了没有 李玲冷声道 他身上就没东西 只被人操控了 说完一把拉起张扬身上的衬衣 我见他后背上 印了一个鬼爪 铁青铁青的 甚至指纹都能看清楚 可在礼堂 我明显感觉到 那几个学生跳的 挪舞引来了东西 难道张扬中邪不是因为跳挪 黄炎平显然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好奇的问 小哥呀 不是跳挪引来的不干净的东西吗 李玲冷笑 看他身上的掌印 突进皮肉之中 绝不是一实验课就能有这个效果的 张扬被人控制了 不过是借着几个学生跳挪的时候发动 让别人以为是那几个学生招来的银血 黎玲说到这儿 抬头对我说 朗总 有人布局 我吓得一跳急忙问 布局 布什么局啊 布置哥们反应激烈 实在是太意外了 录制学校这些节目 就是为了放松放松 来到学校后 也一直风平浪静的 想着拍几个镜头 要是能把那个咬死李路的恶鬼给超度了 也就功德完满了 哪里想到竟然有人布局 而且我还感觉到事情愈发的不对劲 从我的经验来看 真正的厉鬼 妖魔并不难对付 难对付的是背后那些人 就像是徐荣 那份算计 哥们差点没栽在他手里 谁能想到学校里边也有人布局 实在是太草担了 更让我不解的是 布的什么局啊 黎玲见我激动 皱眉道 不管是什么局 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 郎总 张阳从墙里靠着那本语录 那是关键 昨天咱们也是碰着这些小将了 他们身上的血沙气息 跟今天一笔呢 差了何止十倍 那本语录是关键 张阳不过是个棋子 早被人盯着了 就算咱们不去看晚会 只要背后那人愿意 张阳也随时会发疯 把语录给挖出来 那也不能说是有人布局吧 咱哥俩来学校录制灵异节目 是我临时起义啊 到学校前一天我在找你的 也没人知道咱俩要来 布局干什么呀 黎玲冷笑 郎总 布局就要对付你吗 不是对付咱们布的什么局啊 我太特妈的纳闷 忍不住暗暗头等 要真有人布局 那可就不轻松了 李玲沉默地下来 问完颜平 妹子 你跟李露露一个宿舍几年了 三年了呀 我们是一个班的 中小大大就在一起啊 之前这种楼里有没有出现过诡异的事情 有没有人看到李露露 看到那些东西 你是天生丧满 你要是有异常 不会感觉不到吧 完颜平被李玲问得愣愣 开口说 小哥一说呢 我才想起来 我在对面宿舍住了三年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 学校流传的鬼故事 我早就听说了 对面却一直平静无视 到这荷花池里有一场 也是失足 陷进深水中的一个烟死鬼 一直媚害人呢 这个暑假结束后 我回到学校 李露露跟我说 他看到了很多怪异的事情 我才会到这栋楼里看看 然后就碰到你们了 完颜平说完 李玲扭头对我道 听明白了吧 这个局跟咱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早就不好的 恰好今天发动 要不这个局啊 也不会有李露露给你写信 所以不是有人引咱们入局 而这个局把咱们阴差阳错的带到学校了 我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 要不是李露露那邮件 我和李玲也不可能来学校 更不可能碰到张阳 发生这恶作剧的事情 被牵扯进来 可是仔细一想 其实不管有没有张阳 对方既然布下了局 早晚都会有人中招 不过是这小子倒霉罢了 我看了一眼生死不知的张阳 问 小哥 他没事吧 没事 中了阴毒 出去了让他家人去庙里 用香火熏去 去了就没事了 他就是个引子啊 那本雨露才是关键 只要雨露出现 他也就没啥作用了 张阳就是倒霉蛋 没人会真正的对付他 李玲这么说 我倒是放了心 毕竟张阳出事 是因为我和李玲吓唬他 可他身上的鬼手印 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跟李玲露咽喉上的牙印 又有什么关系 我蹲到张阳身边 仔细看他身上的鬼手印 五指张开的手印 很是清晰 手掌心不大 手指也是纤细 应该是一双女人的手印 难道背后布局的是女人 我也想不出我所以然来 仔细回忆昨天和李玲 追张阳的那个画面 红色小将 民国的女学生 搜长瓜度的去想 民国女学生的冤魂 和红色小将 能布置个什么局 忍不住抬头看了看 被阻挡在门外的小将 他们的眼睛 每个都是血红血红的 身上充满了暴力的气息 使劲的用手中 画形的武器 疯狂的砸着扶阵 我忽然想起李玲杀了个红色小将 急忙问 小哥 你杀了个鬼 不会被因果吧 李玲冷笑 什么鬼 他们不是鬼 他们是杀 所谓杀是四季之阴气 极其的阴毒 能游行天上 所里之地不可穿扫 修养和依习 不慎而冲犯者 家中子孙六处将守上海 杀鬼真因果 杀杀不过是灭了一股阴气 能被什么因果 我愣了愣 鬼带杀气 这些红色小将不是鬼 心中疑问很重 白颜平 符合道 小哥说的没错呀 这些玩意儿啊 都是杀 浪总 鬼跟人一样 人能变得恶人 鬼呢 也有变化 变得比厉鬼更加的厉害 那就是杀 阴杀 血杀 鬼杀 那都是杀呀 哥们已经不是菜鸟了 被俩祸说的 我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 什么是杀 哥们也知道 可那得阴气特别重的地方 例如养食地之类的才能形成煞气 没个百八十年呢 想成煞做梦去吧 这栋实验楼盖起来才多长时间 不过就是十年 又不是四处阴暗的地方 一年四季不见阳光 可以说白天的时候 整栋楼的阳气那还是很俗的 怎么就能养出煞来 我把一祸一说 黎玲和完颜平就闭嘴了 想必两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得意的说 养煞又不是养鸡 说养就养啊 这栋楼一切养煞的条件都没有 闹鬼了什么的有可能 要说有煞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黎玲见我得意 扭头问了一句 郎总 他们不是煞 女儿会是什么玩意儿 黎玲指着门口 红色小将们问我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些小将 身上的绿军装隐约透着红光 身上的血腥气息十分浓烈 比起当初的薛家老鬼 那还强了那么两三分 我真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来 黎玲见我不说话沉默下来 扭头对完颜平道 我听说萨满只要通灵了 可以隔着阴阳路照来阴魂 甚至一些野仙 神怪都能照之即来 挥之即去 你这天生通灵萨满 试试能不能隔着扶阵照煞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听说过天生萨满的本事很大 能够屈神异鬼 甚至能为他们办事 能照煞确实没听说过 何况完颜平就算是天生萨满 年纪也太轻了点 真正能做到屈神异鬼的地步 咱们也得五六十岁以后吧 我颇有点担心完颜平说 别逞枪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如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话一出口 完颜平扭头看着我 含情默默 我知道你关心我 不因为我担心 就算不成 我也有自保的办法 既然你和小哥没有办法 那我就试试呗 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 起源甚早 甚至比道教佛教还早 几千年的传承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 古时候萨满差不多 都是士族领袖 被中原神化的西王母 就是萨满金球长 萨满教的基本的贺点就是 没有宗派 教祖或者是祖坛 没有具体的教义 崇拜多种神灵 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没有集中固定的庙宇教堂 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 说起萨满 很多人会想起跳大神 其实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萨满提要神呢 只是萨满举行诸多仪式的一部分 并不收取任何报酬 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治病 而是为了仪式的需要 跳大神则是留存在民间的 以欺骗为手段的诈骗 实际上我连跳大神都是没见过 更不要说真正萨满做法了 很是有点担心完颜平 但玩颜平却自信的很呢 那瞧着我就微微一笑 失忆我不用担心 手中手骨一摇 一连串细碎且规律的古典 就如同春雨降落人间 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相当的动听 并且很自然 整个房间顿时充斥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我恨是惊讶 李玲同样如此 谁能想到只是轻轻一摇 手骨就能发出如此多的声音 并且错落有之 十分好听 文言平拿鼓的手上动作很多 时而弹一下 时而转一下 鼓在萨满舞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它是主要的法器啊 就是跳神时候的伴奏乐器 萨满认为 鼓是做齐 可以成日飞升天上 往返人神之间 鼓中具有神秘的作用 可以沟通人神对话 和请来各种精灵治病 鼓声一响 文言平开始了动作 他的动作相当的繁复 却没有视频上看得跳神那猥琐 相当的庄严肃穆 上身挺直 双臂或平伸或上举 或在胸前环绕 保持平衡的体态 双腿或展开 或坐马步 那是稳健有力啊 古典和动作之下 接下来呢 那就是念诵咒语了 那完全是听不懂的咒语 听不明白 是哪个民族的语调 咒语声时而清脆 时而浑厚 屋子顿时涌动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被隔在门外的一个小将 凶狠猙獰的一直轰着扶阵 站在鼓声中眼中的红色煞气一点点消散 文文平的肉语下 他们俩之间似乎搭起了一条隐秘的通道 其他的小将恍然感觉不到啊 仍是凶狠的 暴躁不安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分钟 文文平身躯猛然一抖 所有的动作 咒语立刻停顿 突然就坐在地上了 头颅低垂 鼻腔中发出沉重的哼哼声 我看得呆住了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都停止了跳动 我深吸了口气 生怕文文平出声 刚想上前拉他 被铃铃一把拉住 沉声道 别论动 上声了 我急忙锁回手 铃铃深吸了口气 反手握住金刚柱 冷静地问坐在地上的文文平 你是谁 文文平睁开双眼 眼中却是迷茫 当看到了我和李玲 从文文平的喉咙里 突然响起一个极其 沉闷的声音 你们是谁 放老子出去 放老子出去 喊叫声中突然蹦了起来 尸指张开 突然就朝着我抓过来 我只能是向后退一步 文文平身躯弹起 到了一半突然顿住了 再也动弹不得 李玲 轻声对我说 文文平压制他们 不用害怕 字幕东西中文平昌